晚上好 我是虾讯 沙拉越州选未打先热 沙拉越行动党主席张建仁 此前被问到是否在本次的州选 跟沙拉越本土政党全民团结党PSB合作时 张建仁当时直言 行动党已经清楚表明拒绝跟任何青蛙合作 针对张建仁的说辞 沙团党主席黄顺哥就奉劝他 不要自事过高 以高姿态来发表有关的言论 更不要一杆子打翻整条船 因为曾几何时 他的父亲张首江也是从人连党跳槽出来的 黄顺哥强调自己并非要结伤疤 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政治原则的问题 而他尊重也支持张首江 在不同的平台上做出政治斗争 黄顺哥也趁机为去年离开公正党 加入沙团党的巴鲁比安和施志豪说话 只两人在捍卫沙拉越权力上 也是因为跟张首江持有相同的看法 所以才会离开公正党的控制 此外黄顺哥也提醒张建仁 现在反对党的共同敌人是沙盟 而说回沙团党 在州议会解散之前 他们在反对党阵营拥有六个席位 比行动党的五席来得多 之前黄顺哥也不排除 可能会跟西蒙讨论议席分配事宜 但交到西蒙拒绝之后 黄顺哥表明会上阵大约70个州议席 剩下的州议席则不排除 跟有诚意的政党协商 他表示在一党谈合作要有诚意 如果通过报章搞敌对 或者是胡乱发现 这种不友善的攻击 只会损害彼此的共识 说到沙拉越西蒙 之前就一直热议 是否使用统一标志出阵 沙西蒙主席张建仁 今天联合另外两党主席 开了记者会给出答案 此外张建仁也希望选民 在选举中用选票拒绝沙蒙 巫统以及一党的政权 吉打州大臣莫哈默沙努西 之前一直紧要生水费的议题不放 如今他终于跟槟城首帐 曹关友见面 沙努西今天凌晨在脸书发贴文说 两人周三在国家网工碰面 他就趁机询问曹关友 有关生水费的问题 但曹关友给他的答复是 宾州的收入不多 因此没有能力支付 对曹关友的答案 沙努西表示难以接受 因为宾州供水机构在获取来自吉打州的生水之后 供水给各工业领域 港口以及家用水等 从中互取了庞大的收入以及利润 而针对沙努西的帖文 曹关友尽早在脸书重申 宾州是在境内的河流池水 因此根本不存在付费的问题 换个焦点 国内55名政经文教界的精英 上书国家元首苏丹阿都拉 恳求并想 预准成立一个名为更好的马来西亚议会审议平台 以推动制度性的改革 让五国需向更美好的未来 他们在这封致期 10月29号的联名信当中表示 我国现在的制度 基本上还处在1970年代 在国家咨询理事会商议下所制定的 而修订煽动法令以及平权行动等改革 是为了迎合当时国家需求的一种创新方式 他们指出 这种制度在早期有很大程度的成功 但随着该制度的延长 产生了负面影响 像是加剧了贪污 身份认同以及权力集中的情况 因此他们希望可以透过审议平台 重新制定新的制度 让经济政治能够更加的稳定和民主 而针对有关平台的细节和进程 他们将会寻求跟政府反对党 以及主要非政府组织合作 各位注意了 政府在法律事务局官网发起了两项 针对反跳槽法 以及限制首相任期的民调 以收集民众的意见 欢迎大家浏览网站发表您的看法 另外掌管法律与国会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旺朱乃迪也披露 针对制定反跳槽法一事 政府也将会在12月跟朝野政党领袖会面 除了汇报政府的最新立场 也会收集他们的意见 最后有疫情消息 大马今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 在危机重回6000水平 共新增6144宗 全国累积的确诊病例达260万8979宗 政府答应明年为5岁至11岁儿童 接种冠冰疫苗 但基于儿童的疫苗是要等到明年6月尾 才能够送抵大马 因此额科顾问医生 阿玛兴 红莲珠 木杀 以及祖基菲利就发联合文告 禁议卫生部和大马药剂监管局 考虑让儿童接种0.1毫升剂量的 成人或青少年配方的辉瑞疫苗 否则在未来7-8个月 儿童依旧暴露在染疫风险当中 文告指运送这些小剂量的疫苗 并非史无前例 而国内的护士也能够掌握 因为他们都曾协助过 注射0.1毫升维他命K 以及0.05毫升的BCG预防针 新闻结束之前 欢迎定日百格 收看更多精彩内容 我们再会 本期百格大世纪由太来学院和大学荣誉呈现 太来开放日将在12月4号到5号 即11号到12号上午10点到下午5点举行 更多详情请浏览 at uni.telos.edio.my slash digitalopenday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